立委孔文吉在秀林湘富士村多工能活动中心 举办了秀林湘地方建设座谈会 针对备受秀林湘南区乡亲很关心的 同门部落灾后附建民隧道工程问题 表示习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工程经费 调整为1亿8758万元要施作 完工期限是到111年的1月31号 同时习政院在109年3月31号也核定了 在9月份就会发包施作 2016年10月1号通往牧谷牧与生态园区的 同门1号民隧道因为大雨来袭导致贪邦 地方成型了多年 今年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核定 6月孔文吉日前在秀林湘富士多工能活动中心 举办秀林湘地方建设座谈会 针对备受秀林湘南区乡亲关切的同门部落 灾后附建民隧道工程问题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表示 这项工程经费调整为18758万元失作 完工期限在111年1月31号 同时行政院也在109年3月31号核定 因为那个是灾害导致的一个崩塌 然后这个路段好像有几段不通 那然后这个之后呢 我们又安排了一次会刊 安排了一次会刊 当时也是为了跨年县政府 跟那个中央部会 这边协调的问题 后来一直到最近呢 我咨询了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吴泽成主委 那第一次听到好消息就是说 他们已经要核定这个同门这个民隧道 上下边坡的整治这样的工程 已经核定了 所以1亿8千多万 所以我当时在立法院 我当时非常的振奋 然后那个昨天到秀林乡 召开地方建设座谈会 同门村的乡亲呢 都非常关心这一条路 究竟已经是拖了快6年 从103年灾害开始 那后来特别就昨天请那个 公共工程委员会 李济正做一个简报 将来怎么样灾后复建 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 都有跟我们同门村的村民说明 也就是说在今年3月的时候 公共工程委员会 已经核定了1亿8千758万元 那是承报给行政院这样子 那最近呢就这笔经费呢 既然公共工程委员会 已经核定的话就要下来 那交给谁做呢 是交给我们花莲县政府的建设处 那昨天也说明了 那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拖了6年的工程啊 才采取这个民隧道 跟上下边坡的一个整治的工法 就赶快做 经费有核定 就赶快 花莲县政府这边建设处呢 就赶快 以公共工程委员会 所核定的经费 赶快来把它执行 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的产业 还有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 这个都要往那个都必须必经之路 这个6年的几乎都没有什么 这个去整治啊 所以我一直想说 这个是对我们同门村的村民 是一个池来的争议啦 池来的争议 所以很高兴呢 就在大概在今年9月呢 以前 花莲县政府的建设处 昨天有报告 9月以前应该是可以办理发包 李伟空姐表示 这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对主人们来说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木骨木鱼里面 都有农作物和主人们的财产都在里面 今年都获得中央的核定 相信两年之后 就会恢复通车 未来也希望能够带来地方的观光产业 记得终于球场报道